大家好我是任何任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台 小雲9 Max 好大家一定知道就是我們現在市面上 有的盒子啊 他幾乎都是沒有認證的 那 如果你在使用Netflix 去看影片的時候你一定會發現 他沒有辦法去配合你們家的那個遙控 去做使用 只能使用滑鼠模式 就像這個箭頭這樣跑來跑去然後再去 選擇 因此操控起來會非常的困難 我們那時候就在敲碗說 什麼時候廠商可以出一台 就是有認證的 而且又好用的盒子呢 那現在呢 小雲9 Max就來了 好那我們認真來看一下他的外盒 他這邊就有一個 Google TV 原生支援的一個 logo在上面 然後理所當然他當然就可以使用我們的那個 谷歌語音助手 再來呢你可以看到這邊有 就三個他是 可以認證的一個 APK 好像 Netflix啊 YouTube這是理所當然可以的 還有 Prime Video 然後迪士尼也是可以的啦 然後下面呢這個是 4K HDR的 他的一個顯示的部分 然後解碼呢是採用現在比較流行的 AV1 好這個連那個 YouTube 最近呢也是要採用這個解碼方式 好這邊我們看他側邊的部分 這裡就有寫說他是 安卓11的 然後這邊他有支援 H265的解碼 然後他的 記憶體呢是 2G 然後他的存檔空間是 16G 所以這邊比較可惜的就是 他的記憶體沒有那麼大 他只有2G而已 然後存檔空間也只有16 這是他唯一 可能 比較缺少的 他的缺點之一 那 其實用起來是蠻流暢的 因為他的 CPU的部分他是採用 S905 Y4的那個晶片 好實際的我們來開箱一下裡面的東西 首先就是主機一台 然後 這個是說明書 HDMI線 充電頭 充電的是附這種 可以讓你自己去轉換的 你可能在 不同的國家 好這樣台灣就用這個 好那大家看到就是這一次的 小雲9 Max 他採用這種黑色的外觀 然後這邊有一個 切割的一個形狀 然後這邊會有 小雲的一個Logo在上面 所以應該不會買到 坊的這樣子 注意看一下 然後再來呢 這邊會有燈號的部分 會有燈號 然後轉過來我們看一下那個 孔的部分 這邊呢他附帶了兩個USB 都是2.0的 然後一個插卡槽 再來 背面的部分呢有一個光纖插孔 然後有一個 AV端子的 再來是HDMI 然後有線網路 電源插孔 好他的遙控我另外拉出來講 這邊 會有一個電源鍵 然後這邊會有數字鍵可以去做操控 然後 谷歌助手的話是在中間 這一個 所以當然他是可以聲控的啦 然後直接 這個有一個 像人像的 這個部分呢 他是可以讓你去選擇 帳號 然後下排呢 你就會發現這邊呢 會有那個 就是有認證過的一些 帳號可以登入 這邊你當然是要自己去買帳號才可以的喔 就是像Netflix啊 Prime Video啊 迪士尼啊 還有這個YouTube 好這邊我挑重點講就好了啦 進到系統裡面啊 你會看到 像這個選取國家跟地區 那很多人在想說 奇怪裡面沒有台灣呢 那要選哪一個 就隨便選喔 因為 進到裡面的話 他會根據你的IP 來辨別你是哪一個國家 所以是沒有差的 好那因為他是 谷歌系統的啦 所以他一定要讓你登入帳號 好再來還要設定谷歌助 助理啦 就是谷歌助手 那 這邊呢 你看到這裡啊 你應該就會打消 就是要買給老人家或小孩 因為這個 其實老實說有一點 有點複雜 那除非是你把它先設定好 不然到這邊 他們可能就已經暈頭轉向了 好再來還要繼續按啦 就是允許他去搜尋我們的 東西這樣 然後再來呢 他這邊還有一個步驟 是要讓你去確認說 你 下面 這些APP 有沒有要 等一下他幫你安裝上去的 好那就是點選你自己 喜歡的 好喜歡的 你有買的啦 主要是你有買的 會比較好 你後續再去裝也是可以的 那這邊是可以 一次把你裝好這樣 好那剛才講到他有點複雜 但他也有他便利的地方 他便利的地方他直接可以用這個遙控啊 去跟你們家裡的電視或者是喇叭 他去做一個連結 那我這邊設定是遙控給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設定遙控 然後你這裡呢可以去選擇你的音量是要控制你的電視 還是你的劇場 還是你的影音接收器 好這邊我選擇的是 電視的部分 好就點一下 然後是什麼電視 我這個是Sony的就再點一下 然後這邊呢我就再繼續設定了 好我按一下 加 跟減 好去調整他的音量 這樣 然後這邊要打一下4 再來接下來 要設定電源鍵可以 去關閉他的一個電視這樣 再繼續 按下這個電源鍵 然後他就 關閉的是電視 好這邊呢 再按一下他就打開了嘛 電視也是打開了 所以 我們在 在 按這個電源鍵的時候 電視也會跟著關閉或打開這樣 好再來呢 就是再按繼續 然後他就會開始去安裝剛才你講的那些 運用程式 好那小雲呢 到了他的UI的部分啊 你 首先呢要到那個 應用程式裡面 去搜尋一下 ORZ 就跟你 那個 9P 8P一樣 先找ORZ 我們先去找一個ORZ的APP 好去做搜索 ORZ的搜尋結果 好再來把他安裝進去了 好再來呢我們就可以在這個瀏覽器上面去做一些 安裝啊或搜索之類的 好當你在安裝APP的時候啊 注意就是 他會跳出這個來 那你一定要去設定 裡面去把他的 安裝不明應用程式的 開關給打開 才可以繼續安裝喔 這是他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好再來還有很多人在問說 我要調整 我要調整這一排 應用程式的前後順序怎麼調 那這邊順便 教大家啦 那你就 按到這個最後 查看全部 點一下 然後隨便按一個 你要去 長按一下 確定 好長按之後這邊就會有一個移動 會有一個移動 點一下移動 好 這個APP他就會變成有一個箭頭在上面 那我們就往上去做調整 這樣 好那調好的APP他就會在第一個位置這樣 好那老話一句喔 在台灣賣的一樣都是 空的版本 他是合法合規的 那如果你想要把他 弄髒的話 好那你再自己想辦法 弄髒之後再來看 那就會有比較多的東西 那你一定要記得啊就是在 開 任何的一個運用程式你所有的權限都要給他 都要按允許這樣他才能夠 打開正常使用 那如果 你想要看一些電視啊 看一些追戲劇啊 都是沒有問題的 或著呢你想要唱唱歌啦 這邊其實也 也是有那個合家歡 可以去做唱歌 好那你就在自己 想辦法 然後還有一個小孩子專用的 Kids 你也可以打開來看看 好大人台的部分他也是有的啦 有直播 但是 他的部分就是 沒有那種正常的 一般第四台有的那種 頻道就對了 他是 可能像是輪播的部分 然後有很多的點播啊 大人 他的點播是比較強的啦 那如果你用過9P的 他是一樣的東西 好最後總結一下 這一台呢 這一次呢 有支援谷歌TV 雖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他那你的 Netflix啊 或者是迪士尼啊 他可以用遙控去做操控 不用再用那個滑鼠在那邊拖來拖去 會非常的麻煩 然後他也可以去播放到4K的畫質 可是啊他的缺點就是說 你前面的那個設置非常的麻煩 如果對於小朋友啊或者是 那個 你的長輩的話 可能在前面設定他就卡住了 所以如果你要買給他的話 請先幫他設定 然後把 要用的APK 移到最前面 讓他可以馬上看到 最後啊就是要講一下 小雲他到底在紅什麼呢 就是 目前啊市面上大概就是他的點播是最好的啦 那好在哪裡呢 就是他的畫質 然後他不卡 而且呢他有支援杜比印象 然後又可以選字幕 這個可能是我目前沒有看到有一個是這樣子的 然後他 運行起來又非常的流暢 那直播就 普普通通 然後他的大人台也是比較普通一點 以點播來說如果你想要追劇的話 小雲呢絕對就是你的首選 好那今天的 小雲9MAX的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這個影片的話請幫我按讚並分享一下 謝謝大家 掰掰